今天來到新聞的現場吃飯時間 手錄菜一樣要帶來看不一樣的 手錄料理 手錄工夫 這是幾個人三家中的工夫 附近有一間古早味手錄工營業的店 為已久三半年創立北大 已經團身到第三代 第三代接在做的老闆叫做高明店 本來在做電主業 是一個電腦的搭載 不敢北部提供之後 這間店就這樣收下來 為阿嬤手頭 帶來的古早味可能就會失去 和姨母兩個人決定要來買賓 根據每天現場 只要用這份沉水 沒有沉其他的天家物 春秋冬都沒有用機器 他們只想要用心來收穫 傳統的古早味 把沙湯十一滴做的這個湯水刷冰 把沙湯水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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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水刷冰 感覺Q深又香 沙湯 沙湯也有香蕉油的香蕉 在外面的夏天 來一杯這個 這個湯水刷冰 的古早味蕙湯水刷冰 不僅讓你心涼鼻透開 他不會像外面手套杯那種 就是很奇怪的那種Q 就是他沒有就是那種 要一直嚼一直嚼的那種Q 就是很好入口 然後好喝 我們小小孩來 他們阿公的手套喝得更重 這很年輕 他這個手套 他的工不一樣 比較Q 比較Q 比較好吃 我們沙湯的魅力 就連年輕人的特色小孩和老大人 都撞不住很想要來吃 不過工具的就是要這個秋冬來製造 我們就是採用地瓜粉跟水 然後就是純粹從無到有 然後像滾雪球一樣把它滾出來 這就要一直收 這裡還有過胎 這樣來回三遍 本來這裡可以做出來 秋冬做的婚姨 煮的火候也就是影響口感的一段美角 樓鍋了後就要一直拉 這樣才不會夾鍋 等到婚姨翻透清了後 就可以讓它給起來給涼 不過在那七年前 郭冰敵又又是一個電軟的衛途師 為了家裡的這個老滋味 他決定要回來團團祖團的手套 爸爸媽媽他們在這裡經營了 三四四年了 然後他們一開始說要放棄 我就覺得很可惜 然後就想說不然就回來接接看 然後就也是會有一種壓力 就是不能把他們這一塊招牌砸掉 我還有一天問他說 你知道會不會過勞 他說有可能 對 因為他真的還蠻辛苦的 情緒到久 所有的這個點點嘟嘟 減聽口食 郭冰敵最感謝的 除了這個人客以外 就是他的感受 有堅持下去是 這個味道沒有讓他變是蠻值得的 然後是蠻欣慰的就是說 只要有時候客人 他給你說一句 老闆很好吃 你那種辛苦就瞬間都融化掉了 其實說真的還好有他 因為一路有他的那個幫忙跟陪伴 然後才有今天 人家說牽手牽手 老婆牽手做回來打招 跟湯湯三代 有80年的這個古早味婚姻 保留他的氣口和煮味都不變 可以讓人做回到店來喝的味 記者綜合報道